Hello 大家好 莎姐 現在就是1月10日的3時58分 為什麼半夜起床呢? 就拍片 其實睡不著 如果大家剛才有看留言也是 我被網友咬住不放 即是 他完全曲解了我的意思 根本我跟他說的東西 就不是同一件事 當然 他是 叫做 咬住 因為他覺得他說的東西是對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覺得不對聽就可以不聽 莎姐不是很在乎 不是莎姐扮瀟灑 因為其實 我的觀看數又不是多 我又不是靠這個韻式 我不需要討好任何人 而且說真的 你以為拍片不辛苦嗎? 我也有正常的功法 大哥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他是想我道歉的 但sorry 不會 我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 因為我在說的是上面那一層 就不是跟你說下面那一層 英文在現在這個世代來說是重要的 OK 但我跟你說的話 是叫原因 如果不是那時候 世界大戰 英國船堅炮離 能夠佔領別人 掠奪別人的話 今時今日國際通用語言 未必是英文 未必是英文 我的項目是這裡 而不是質疑現在 英文是否重要 根本兩個方向就不同 我想可能我令到她覺得 她那個行業避受威脅 可能她是醫護 又或者因為她的親戚朋友是做醫護 所以她覺得我侮辱她 但其實你要想清楚 她留言說她的親戚 在內地做醫生 然後移民到澳洲 要重新讀過重新考過 所以英文很重要 我想你搞錯了一個方向 究竟這個重新讀過重新學過 再考試這個情況 其實不是因為英文很重要 是因為她的地方 是用英文來溝通 所以她必須要確保 將要在這裡工作的人 是能夠溝通到的 她不跟其他行業 其他行業可能英文差一點 是沒什麼問題 如果你去做中餐館 以前很多 中餐館去銷納那些 中餐館去銷納那些 去銷納的 去銷納的 去銷納就可以移民的了 她不懂英文也沒什麼所謂 或者去銷納一點就可以了 因為是不影響 但是醫生這個醫護行業 她是要知道病人發生什麼事 而她現在要移民的地方 是以英語做母語的 所以她一定是要英文要好 如果不是怎樣知道病人發生什麼事 那又反過來 其實這不關乎英文是否重要 她由始至終都覺得 在醫學界英文是很重要 可能我真的踩了她的利益點 那反過來 如果外國人是需要來中國做事的 要在某些行業上做的 其實她可能都要考中文史的 有些行業是必須要 可能是中文去到某個情況的 其實我們國家 有一個考試的 是專門給外國人 所謂的外國人 不是用中文 不是用普通話做母語的人 去考中文程度 等同她有幾個level 她考到哪個呢 她就有個證書 等同她的中文理解能力 還有講說能力 我不知道是否考講說 即是說她的中文理解能力 去到哪一處 有些工作是需要中文理解能力高的話 她就要考試的level 是要高些 那如果反過來 有一個外國的醫生 她想來香港 不是想來中國執業的話 她也是要讀中文的 都是要考中文的 因為她也要考中文史的 那些藥物可能也是要讀中文的 那這個是很自然的事 那就不等同醫學界 一定要用英文溝通 是的 用英文溝通 這個是你們醫生 或者護士他們 可能主要是用英文溝通 但是如果在意大利的醫生和護士 他們自己內部溝通 我肯定是用意大利文 分分鐘的window也是意大利文 在瑞士的醫護 她也是用瑞士文溝通 即是說如果今天她的親戚 不是移民去澳洲 她移民去瑞士 或者移民去泰國 或者移民去泰國 可能她的考卷就是泰文 所以我覺得她看的世界太小 還有我自己 從她的語言之中 我發覺她是 即是我感覺 感覺是一定沒有錯的 因為所謂沒有錯的意思 就是感覺是屬於個人的 別人是不可以挑戰 你的感覺是錯的 如果你說你感覺是錯的 那這個人真的腦子很有問題 因為感覺是屬於個人的 一定沒有說是對還是錯 別人是不知道的 我感覺她是一種很在乎外表的事情 她說 就算你計數加減成除多厲害 算到多厲害 你不去考牌 或者你考不到牌 你還是會計民願 這句是絕對針對我 那我跟大家說聲sorry 因為我的原因令很多做會計 避受侮辱 其實我並不這樣覺得 所以我說她的世界很小 這個世界不只是會計師、律師、醫生 那些才是人 這個世界有很多類人 你看那些是表面亮麗風光 當然是令人很景仰 但你要想想 其實每一個人是各有不同 你沒有下面那層人 又如何襯托得你上面那層人高貴 可能有些人說 我有一億很厲害 沒錯 真的很厲害 老實實 有些人十世都找不到一億 但如果你全部人家都是一億以上 那你就變成最低層 所以每個人在每個領域都有不同 還有你要想想 是會計民人是低級一點 但問題是每個人都必須被尊重 你想想這個世界 如果沒有了清潔遮遮 那怎麼辦 你以為你的廁所會不會這麼乾淨 你家裡的廁所當然是可以乾淨一點 你看到現在有很多商場的廁所都很乾淨 這些全部是清潔遮遮的功能 你沒有了去 你覺得廁所會有多乾淨 你就算有清潔遮遮 廁所都可以不乾淨 我看過了 一天開門 嘩 我姐姐說前面有錄音 我姐姐說 喂 有清潔遮遮 清潔遮遮都不是每次 有人出來馬上幫你 看馬上幫你清潔的 這些人很重要 你沒有掃地遮遮遮 沒有掃地或者是叔叔 你街道會有這麼乾淨嗎 你沒有人幫你倒垃圾 你看你現在的房子臭到怎樣 所以每個人都有在這個世界上的價值 每個人都在這個世界大齒輪的一個小齒輪 有些可能是做摩打 有些可能做齒輪 有些可能做條鏈 不能說做會計師 那些做會計民員低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幼稚 將人就已經分了等級 我都會分等級 但是不是要去到這樣呢 有時候 你要知道沒有了某些人 是會麻煩的 沒有了大廈清潔姐姐 你看看你現在 家裡那裡堆多少垃圾 會有多臭 喂 如果沒有那些 放垃圾在那些 垃圾車的清潔姐姐 現在要放垃圾在那些 垃圾車的那些 那個人就是你自己 垃圾車的多臭 所以我覺得他看的世界很小 而且我自己 為什麼 可能你覺得 醫學是西方先進 當年是的 但是現在 我們國家 在醫療上 都是世界級的 都是先進國家 在醫療上 都是先進國家 所以 不要把這些 混淆 如果今天我們有個 老科博士權威在我們國家裡 你想想 相信有很多醫學院 會請他去做研究 請他去過去 一同研究 那他是不是又要說 你要考到英文 才讓你過去 我相信 肯定不會 現在你說的 是一般 但是 你也不出奇是有極端 所以是沒有絕對的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你覺得西方醫療好一點 是因為西方走得快一點 還有西方是定立這個規矩 所以你覺得 我們要考西方的事 考什麼什麼 所以他們是會厲害一點 這就是為什麼 美國經常擔心我們的5G 為什麼美國擔心我們想月球 就是因為 那個規矩 如果我們先走 那個規矩 就由我們來定 就等同我現在做數 當之前那個人定了規矩 我就只可以跟他做 直至到我獲得老闆的信任 或者我能夠指出上手的錯誤 而要改正 而當中我都要有我的核數師來支撐我 這個就是為什麼 世界規矩的問題 這個是因為他們當初 走先了一步 好像說到就死 他們走先了一步 定了這個規矩 所以你現在考的事 都是以他們為做標準 但你再看回微妙一點 不是沒有改變的 當初我們香港是考ACCA 英國制 但是為什麼後來變成HKICPA 就是ACCA已經不合事業 和當然是回歸了 因為英國是一個比較古老的國家 歷史是比美國長的 所以那時候很多時候的會計 稅制都是來自英國 但是大家知道美國發展得很快 於是他就製造了另外一套 的表達 那個叫做盈利 各方面的東西 怎樣去更加貼合這個市場 怎樣更加能夠反映到 這個現實和它的營運狀況 所以現在HKICPA 你說與其 以前ACCA和HKICPA是互通的 現在基本上是兩個的 如果你考完ACCA 你還要考HKICPA的某幾張paper 當然有些是不需要考的 因為內容是大致相同 但是HKICPA現在定的法律是更加接近美國的 以前讀會計的時候 行英國制 因為那時候英國還是惡 那時候你擺位 分子 都有一個嚴厲的規矩 但是現在基本上是沒有的了 因為現在基本上只有美國制 所以你的擺位其實不太重要 只要你不要擺錯那個 那一堆就行了 以前AR account receivable 應收帳項那些 你的擺位都還有分等級 誰是最容易變得到錢 誰是最難變得到錢 你是要分的 現在美國制不需要怎麼分 總之在account receivable 或者在account receivable 或者在account receivable 那邊就可以了 不用再分了 不用再分上下階層 所以現在也是在變得 而為什麼我定立規矩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它可以植入大家的思想 大家有固有的思想 正如現在 西方是不是真的還這麼先進呢 其實不是 但是因為固有一直都大家的感覺 在西方的規矩各方面 大家都認為是西方先進 所以現在大家都仍是覺得 西方的東西好一點 西方的東西是先進一點 就等於有些人 第一眼見那個人 其實就已經判斷了 你對他的印象的七成 所以為什麼建功我們要執政一點 就是為了第一眼 而為什麼現在美國要阻止我們上太空 或者造謠說我們上去之後 就會霸佔月球 因為 就會拆穿他的謊言 就會知道美國原來並不是正義事 一個不停地說謊的人 你會不會相信 他所以就要不停地抹黑你 正如現在很多事情大家都看到 其實美國在不停地說謊 所以現在美國的信譽就越來越低 所以有時候我要說清楚一件事 不是說你們有時候你們心目中的想法是錯 但是要想清楚這些想法 究竟是固有思想 還是真正的事實呢 究竟這件事是真真正正線是可靠 還是其實這個純粹是一直被灌輸的知識 其實是假的呢 現在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 我們所知的中國歷史 其實很多時候都跟真正的歷史是有出入 但是出入有多少呢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現在承認著那件事是不是真 我們現在是應該在時候去想一想 再重新 因為我會覺得所有事情都有一個叫做檢視期 以前我們沒有檢視 是因為大部分都準確的 西方真的才準確的 但是要不停地檢視 你才會看到世界在這裏運轉的 現在我們已經有五指 全國已經最少有四指 農村都有四指 我們香港呢 是理論上有五指 但是問題是 可不可靠 穩不穩定呢 有時候 剛才 在某些地方 不要說我的手機是四指 我四指都收不到 但是我們國家內地 農村 養牛養豬也都有四指門 那你說誰先進點 是不是我們固有印象 令到我們沒有看清楚的事實 其實美國有很多地方 只有3G 你不要易見到Apple的手機這麼新 這麼正 但其實美國人 不是每個人都買得起Apple的手機 而且很多人都在用舊款 所以我覺得 不是說要踩美國 但我覺得我們是時候 是時候 在這個大變局裏面 是時候更新一下自己的資訊 所以 我為什麼這麼生氣就是這樣說 這樣 因為 我珍惜每個人跟我 真是 講話的人 但是 我覺得 你們好像當我是一些 可以任意出氣的人 我珍惜尊重你們 但是我也要被人尊重 不要以為我在拍片 我是要為了拿人 拿view數 所以我就必須要跪地餵豬 我是不會 其實 我知道很多網友都熟我的 有很多網友都熟我的 看了我3年多 其實 大家知道我講的東西是什麼 我根本就不是講他所說的 而且我自己覺得 我如果真是怕事的人 我根本就不會露那個樣子 那個男人露那個樣子 他還說自己可能當自己大隻 他怕不怕被人打 我露那個樣子 你又覺得我會怕事嗎 預了被人尋仇的 所以他又真是太提小我了 就算我會覺得 每個人的際緣不同 有些人有輸員 有些人沒有輸員 但是不代表他能力有問題 有些人可能根本 香港這個制度 本身就是以讀書為主 是抹殺了很多人的專長 是這十年八載 才說有運動專採 就是有性 但是你想想 十年前 你運動專採 有屁用什麼 沒有人會培訓你的 所以不要只看現在 你眼前那些事情 要看前文後理 要看其他的事情 要不然你根本就會不停犯錯 不停沒有辦法去改善自己 有些時候 我自己覺得 我們中國人的智慧是很好的 但是有很多人都聽不入 比較喜歡西方那套 直來直往 直來直往是好 但是要知道有些事情說出來 就收不回 那個後果是否可以自己承擔呢 還有有時候 我不是說你的 高米網友不是說來 我只是一個 熟我網友都知道 我很多時候講的那些都是大圍的 講大圍的所謂的圓 中國所謂的圓 可能是圓基 可能是圓殼 可能是圓圈的圓 我們中國人為什麼吃飯的桌是圓 就是希望圓滿 我們不喜歡起寧閣的 不喜歡爭執的 其實 要看回 因為有時候有些事情 不是想像中 那麼普通 正如 我姐姐去美國 去美國 她也是移民 為什麼一年後才可以 拿了社會工作證 才可以做事 其實這些就是很政治的 你來我國家 我起碼只有你一年錢 然後給社會工作證來 你才可以找工作 你這一年沒有工作 你就要花錢 你美國一定要買車 租屋 全部都是錢 那這些是什麼 然後你要想一下 就算我姐姐是做推流按摩 推流按摩是中文來的 而且我姐姐考的是國際牌 那怎麼辦 去到她都要再付錢 去補幾個小時或者考試 考當地牌 我姐姐是國際牌 為什麼還要考當地牌 錢 你不是說有些國家 故意不承認 不只是我們中國 有些國家故意不承認 你其他地方的學歷 為了什麼 你重新讀過 我就可以收你學費 你重新讀過 我收你學費 除此之餘 你還沒有工作 那你就還有其他花費 我就先把你學費 到你找到工作 你就變成了我的老公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內地什麼 所以要再讀過 不是那麼簡單 很多時候都是錢銀 自己自私 國家自私 要保護自己的行業 保護自己的人 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 並不是其他國家的地方差 或者其他國家地方的事情 不夠她那麼好 反過來是應該這樣說 她為了保障自己的地方 而把別人的那些 就說你不合乎我國家要求 為什麼美國 歐盟那些可以通 為什麼美國那些可以去加拿大 或者去澳洲那邊也可以 美國那麼兇 我怎麼救你 你說那個蘋果是橙 我也要說是橙 大家現在不是看不到美國有多兇 所以這個並不是 有時候的原因 就是大家經常認為西方的東西 是會先進一些 以前是先進的 我絕對是成形 但是這十年 我們國家已經追上來了 這個世界是千變萬化的 你看見Window 難聽一點說 我不知道網友有多少歲 我剛才中小的時候 十六歲 那時候電腦還是新的 那時候我們是用DOS 黑白的 螢幕是黑白的 然後我們不是現在 按鈴鐺 全部是打鍵盤的 全部是打指揮的 零呀一呀 或者什麼什麼 等於什麼什麼 等於什麼什麼 戰爭什麼什麼 然後才做到很簡單的 那時候還是用三 那麼大那些 那麼大那些呢 扁的那些 手指 有多久呢 十七歲那時候 都是沙連左右 我看著它由一些 大大個 變成DOS 變成三寸的 細詞碟 然後 由DOS 變成Window 由Window 900 跟著XP 跟著Win7 跟著現在Win10 都走了 不知道多少轉 不是很久 所以我們是要不停不停地 更新自己 不停不停地 把自己的思想 轉回清楚 我不是幫你洗腦 是叫你自己 重新檢視一下 每一件事 是否要改變方針呢 是否要對這件事 再重新看清楚呢 而現在的保護主義很厲害 是我們現在才提到保護主義 其實當初西科 訂立這些標準的時候 其實也是保護主義 你不是考到會計師 考到醫生 是等於高人一等 當然是等於 這個叫做有排的話 其實 只是證明了 你可以做某些事 因為你知道這個規矩 也是規則 所以我讓你入場玩 這個是比較操作 也是最現實的事 但是等不等同他高人一等 不等同 每一件事都要有人協助 而每一個行業都有人 都有一些不負責任的人 不是說你考了一段時間 你就不是人渣 你就不是那些不負責任的人 不是說你考了一段時間 你就不是那些不負責任的人 是誤會的 那當然 能夠看清楚的事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都這樣說 看不清楚的事 也都同樣是一件好事 因為看得太清 其實是很容易 如果用一個水晶球 去代表水晶球的混濁程度 去代表你能夠看清的東西 是有多清呢 當你就算是水晶球 變成一些瑕疵 或一些瑕疵都沒有 你還是看不清楚 因為你要用手去托住 所以如果你要用水晶球 去看清這個世界 你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水晶球拋上去 沒有東西托住 你就可以用水晶球 去看清這個世界 但是問題是 很多時候 因為這一瞬間太快 變相 你很快 這個水晶球跌的時候 你就會跌落地 只有極少數人 可以撿回到這個水晶球 所以如果把事物看得太清 其實是會跌 所以你會發覺 為什麼這麼多天才 這麼多某一方面的天才 通常都是瘋癲 因為太極致會令人瘋癲 當然瑕疵不是天才 所以還沒有瘋癲 但是有時候我自己 真的覺得很不幸 為什麼我們中國的傳統智慧 其實是 雖然是傳統智慧 但是其實說得出的是 智慧 其實能夠留到現在的 其實真的有用 但是卻被人捨棄了 現在的人卻喜歡吃快餐 是一些沒有營養的東西 希望這個世界會改變 我不要求別人改變 但是我希望我們國家的同胞 能夠保存這個傳統智慧 可以繼續流傳 那今天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